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明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各地赔款自然是少不了,半知半封社会性质加深 这一消息传出后,那些问人书生的情绪分外激昂 而康有为作为秀才书生代表性人物,写下一万八千字上金上皇帝书 方言中保守派人数占众多,于是将康有为的上书悄悄扣押 直到焦州湾事件发生,慢慢的,一部分官员真正醒悟 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似乎真的与国家有利 于是想方设法把康有为的上书呈给光绪皇帝 光绪帝宣召两起朝之后,听取这些资本阶级维新派的建议 十分有同感,一心只想着如何变法 但是,变法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他却没有在意 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慈禧 慈禧眼看光绪就要不受自己控制了 心下惊骇,马上发动大臣,阻止光绪变法 当然,慈禧确实成功了 维新变法仅仅百日就宣告失败 后世才称这一历史事件为百日维新 维新变法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选拔人才等方面入手 废除冗官 允许四人兴办企业,引进西方武器,训练新式军队,开办新学堂 不再以八股文科考为选拔人才的形式 而是鼓励西方思想传播 还有一点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建议光绪地 将西藏和新疆变卖给沙俄和英国等 他们认为,这些不毛之地是在拉大清财政的后腿 卖掉以筹备变法资金 也是个好事 这个建议虽然没能成形 但至今让人无法原谅 于民众而言 那些多年寒窗苦读的学士 参加科考入世机会更加渺茫了 一直以来学的都是中规中矩的八股文 读的是四书五经、圣贤之道 现如今 新式科考不再考察这些迂腐中规的文章 岂不是于仕途无望 维新变法虽然开始得轰轰烈烈 却如过眼云烟一样迅速结束 变法进行不下去 慈禧当然要找这些教唆皇帝的人清算 于是下令捉拿康有威和梁启超 即支持变法违新之人 康启二人得到消息之后 立刻逃往海外 留下戊虚六君子对抗慈禧 站在民众角度上 百姓的觉悟没有文人默克高 且也不是所有文人默克 都能如康梁二人一般觉悟高 变法触及了大部分人的利益 戊虚六君子被战时 竟然没有几个人感到痛惜 反而好奇斩首 甚至有人说他们胡闹 为此欢呼者 可想而知是不会成功的 光绪帝办法仓促 思虑不周 且当时慈禧把控朝政 为得到群众支持 国人思想落后 更难重重 无非是加速了清朝灭亡罢了 当时的民众对于 戊戌六君子的做法 还不能理解 但当时差点变卖国土的情况 现在的你会原谅他们吗 所以让你来自出身的 就是这样的 我会认为这个人 来自作人的 我会认为这个人 我会认为这个人 我会认为这个人